大家好,从这节课开始呢,咱们就正式来学习LowRunner的另外一个组件 Analysis Analysis这个组件呢,它主要的目的是对监控到的这些性能数据进行有效的一个分析 那么它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图形化的一个界面 包括一个图形化的一些报表 让我们能够比较快速和直观的来对我们的性能数据进行一些关联性的分析 所以这个组件呢,其实它是我们性能测试实施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组件 咱们说ViewGin呢,它主要帮助我们完成的是性能测试脚本开发的工作 这是ViewGin,它主要做的事情 那么Controller呢,主要是用来控制咱们的一个虚拟用户 控制咱们的场景设计以及并发的一些策略 这前边的ViewGin和Controller呢,共同可以让我们这个性能测试正常的运行起来 那么Analysis呢,那就主要关注在咱们运行完了以后 或许对或许的这些数据的一个加工和分析 因为我们最终做性能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有几个 一方面呢,咱们需要真正给服务器施加这个压力 那去确定服务器那边的一个性能状况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要看服务器在特定的一个负载的情况下 是否有瓶颈 那再者的话呢,无论这个系统的性能好与不好 不好的话呢,咱们就需要整个这个研发团队一起去优化它 好的话呢,也没关系 那么我们呢,心里就做到心里有数啊 这个系统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呢,还需要去生成性能测试的报告 那正常的这个报告的话呢 咱们就需要有理有据的来说 为什么这个系统好 为什么这个系统有问题 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性能测试报告要去关注的一些重点 那么Analysis这个组件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啊 辅助的让我们能够更清楚 更准确的获取到这些性能测试数据 然后的话呢,也同时能够辅助我们啊 写好性能测试的报告 所以这是Analysis这个组件它的一些作用 那当然呢,我们讲Analysis这个组件呢 它本身提供的只是一些这个数据的展现而已 到底这些数据里边的一些观点关系怎么样 这个Analysis是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需要我们来学习的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 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数据 怎么能够看出来它里边的一些规律 它后台性能的一些状况 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非工具能够提供的这些点 那么这节课的话呢 咱们就主要呢,来笼统的来看一看 到底这个Analysis这个组件 它的一个基本的操作是怎么样的 那么首先我们讲 要能够让这个Analysis能够正常的工作 首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得有脚本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整个过程呢 再串联起来给大家去过一遍 我们呢,脚本当然已经都开发好了 那在这前面的课程当中 其实我们已经写了很多的脚本 我们现在呢,就主要用这个Action Post这个脚本 来做一个演示 来做一个性能测试的实施 因为这个脚本相对来说呢 功能更加的完善 我们呢,可以对这个首页面进行关联 找出它的一些板块的编号 然后呢,随机的给这些板块的编号呢 进行发体 这是我们之前做过的 那同时的话呢 咱们也统计了打开首页的一个响应时间 我们也设置好了一个随机生成的一个思考时间 尽可能的去模拟了一些用户的场景 咱们呢 登录啊,也有相应的一个事物 然后呢 发帖,咱们也对帖子进行了关联 所有的这些知识点都在里面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直接用这个脚本 当然这个脚本呢 肯定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也没有去设置检查点 没有呢 对事物进行手工的判断 这些都是需要去改善的 但是呢 今天我们不再去说 再去修改这个脚本本身了 因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让这个脚本基本保持可用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在Control里边去运行它 获得一些性能数据 最后呢 咱们在Ansys来看看 这些数据到底我们怎么来使用 所以啊 脚本呢 咱们就用这一个 基本上保持可行就好 那这个脚本里边也并没有 插入集合点 因为我们呢 暂时还不可关注集合点的 这种并发测试的一个应用场景 好 当我们的脚本有了以后呢 直接打开Control 好 就模拟30个用户好了 好 当我们的这个脚本 在Control里边被打开以后 简单的设置一下场景 咱们呢 每15秒钟 加5个 至于这个场景 到底这些RAM UP RAM DOWN的一些策略 该是怎么样的 后边的课程 我们专门的再来给大家 做同意的分析 现在我们这些节课呢 只关注关 在Ansys和我们的一些性能指标 结果分析上面 运行5分钟好吧 就让它5分钟好了 我们呢运行一会儿 然后让它慢慢的去停止 因为只要来收集到一些数据就可以 好 基本的场景设计就先这样 那么我们呢直接运行 检查一下RAM TIME SETT里边有没有一些问题 RAM LOGIC运行Action 一次没有问题 日志 启用了标准日志没有问题 思考时间 是按回放的一个随机数 没有问题 这个速度模拟 我们呢没有去模拟这个很小的贷款 用的是最大的 暂时不去修改它 浏览器模拟保持默认的选项 OK 所以我们让它们SETT呢 也没有问题 那现在咱们呢就直接来运行一下 当然这个场景设计好了以后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场景保存起来的 在Controller里边 它会直接保存成LRS LR scenario的这样一个后缀名 那么它会直接保存我们的一个场景 好 我们直接运行 那么在Controller里这边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每一个虚拟用户 它的一种状态 档呢就表示还没有正式 这个线程还没有正式的启动 那Pending呢就正在准备 然后这个线程初始化了 就表明它已经启动了 然后呢 这边正在运行 那么正在运行呢 就是说这个线程正在发请求 但凡是有发请求了 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些基础数据了 好 那这边Rundle 5呢 是表明它正在集合 由于我们这个脚本并没有使用集合点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最后这边是 虚拟用户运行完了以后 一些结果的状态是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 还是中途脚本报错了 那么最后呢 到所有用户 如果都顺利的话 它会到直接到Stop的停止 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虚拟用户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Controller里边呢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状态 也可以对我们的脚本进行一系列的调试 就调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些状态 跟我们的这个场景设计 它是否是符合的 有没有可能出现场景设计 和咱们这边运行的状态不匹配 那证明呢 就会可能存在问题 包括运行的时候 这边如果有报Fail的 有报Error的 我们呢都应有去关注 到底是脚本出了什么问题 好 Control这边 我们忽然发现了啊 这边红红的400多个错误 这个怎么走 咱们脚本一直在运行 这边错误一直在报着 这错误到底是什么 这么多报错了 我们肯定需要去关注一下 哪怕有一个错误 我们都需要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这个 所有的这些问题 我们在性能测试正式开始之前 在VUG里边要做脚本调试 在Control那里边 我们仍然需要去调试这些脚本 调试整个性能测试的过程 看看能不能通畅的跑起来 这边很显然出问题了 咱们拿双击 这个错误 好 打开这个错误消息 我们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错误 报了662个错 全是报的同一个错误 报了660多次 好 我们直接双击这个错误消息 来看看错误消息在说什么 但凡有错 咱们就不要去回避 一定要去看 到底错误消息在说什么 一定要去看 不要害怕去检查这些错误 即使它报出来的这些错误 即使你一点都不知道 你也可以拿着这个错误消息的错误码 去网上去搜索 你遇到过这样的错误 那么有可能呢 别的很多人也遇到过类似的错误 一定要去解决它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错误消息到底在说什么 Socket 就是建立了这个TCP连接的这么一个协议 Socket的这个描述符没有找到 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错误消息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的话呢 两种发 第一种的话呢 简单的搜索一下 打开搜索引擎 咱们呢 简单的搜索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提到过一些珠师马迹 关于这条错误消息的 把他考虑进来 好 我们发现了 第一条就是设置IP欺骗以后出现Socket descriptor not found 设置了IP欺骗以后 Socket的描述符呢 没有找到 那么 我们前边呢 其实已经给大家讲过IP欺骗 所有的都在说IP欺骗的事情 IP欺骗爆错了 那毫无疑问 我们就得看看这个错误消息 是否是由于IP欺骗导致的 我们前边啊 我先这边先把脚本给停止了 前面呢 那我们其实给大家提醒过大家啊 如果你之前并没有特别在意 那么现在遇到问题了 你就要特别在意了 我们给大家讲 如果你启用了IP欺骗 因为我们IP欺骗的原理就是在同一块网卡上绑定了多个IP地址 那么如果你启用了IP欺骗 你就一定要呢 用这块设置过IP欺骗的这块网卡去访问这个服务器 如果说你设置了启用了IP欺骗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去找这个 绑定了这块网卡的这些IP地址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联网又用的是无线网卡 或者是用了你的什么这个本地环 这个127.0.0.1这种用户环路 或者是呢 用了你的什么虚拟网卡 反正就不是这块被绑定的网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会出问题 问题就会出在呢 他会用这个虚拟网卡的 这个就是你欺骗这个设置过多网卡地址的这块网卡的这些IP地址呢 去给对应的服务器发请求 但是由于你本身联网用的是无线网络 有可能你的这个有线网络根本就没有连起来 这IP地址虽然有 但是你的有线并没有连接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存在 服务器和你的这个虚拟网卡的这个虚拟IP地址是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三十五首的 就你的绑定在这个网卡上的这些IP地址 其实它是不起作用的 它没有办法连接到服务器 因为它的IP地址根本就没有连网 OK 所以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在这儿我们 看看到底我们 访问这个服务器的时候用的是 哪块网卡 我们通过脚本里边就可以看到啊 咱们访问的是我的主机名 后边呢访问的是localhost 访问主机名没有问题 它会使用物理网卡 但是访问localhost 它其实根本就没有走这个物理网卡 那么所以呢 而且我电脑上的这块物理网卡 并没有插上网线 所以呢IP欺骗启用了以后 这边啊我们看到 的确啊咱们的IP欺骗已经启用了 因为上次我们叫IP欺骗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启用到了 一旦它启用 它就会去搜索所有在我们这块网卡上存在的这些IP地址 包括在我们电脑上所有的网卡 它都会去搜索 那这个时候呢 事实上我们发现 它能用到的 只是localhost而已 那其他的IP地址呢 它都不会用到 而且我们的这个物理网卡啊 再来看一看 咱们的这个物理网卡 虽然IP地址是有了 但是这边是没有连通的 这边是没有处于连接状态的 我们这块物理网卡的叫local error 看了一个形 这是咱们的物理网卡 在这边并没有连通 我们可以看到 真正连通的那是一个无线网络 还有两个vmware的虚拟网卡 所以这个东西它本身并没有连网 这边也是一个差 咱们看得到 那这里边绑定的这些IP地址呢 就不会生效 那么但是呢 启用了IP欺骗 它仍然会去用里边的这些IP地址 但这些IP地址呢 又没有连上网 所以就会导致它爆错 OK啊 那么这是关于IP欺骗 我们遇到要慎用这个IP欺骗 确定你清楚的知道 什么情况下去用它 用它解决什么问题 否则呢 就把它禁用掉就好了 主要就这个问题 禁用了以后呢 咱们再来运行这一个性能测试 那么这次运行之前 咱们呢 顺带着监控几个Windows的性能指标 便用我们后边来看 Ansys的一个状况 和一个Ansys基本的操作的一些情况 咱们呢监控几个Windows指标 右键Ad measurement 添加主机 Low cost 操作系统的话 选择Wiz 好 这默认呢 已经给我们设置了很多指标了 哪些有用 其实不见得这些都是有用的 百分之号 DiskTime 表示呢 是我们硬盘的一个读写的时间 这个可以留着 空闲的时间 有读写的时间 这个空闲的时间呢 可以不需要了 浏览器的这个中断的时间 咱们不用关注 这个处理器啊 不是浏览器 处理器的这个被中断的时间 我们不用去关注 处理器的私有的时间 不用去关注 我们只关注整个CPU的一个占用率 ProcessTime CPU的占用率 还有的话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去关注一下 CPU的一个对类的长度 ProcessQ-Lens 这两个我们可以关注 那硬盘的话 有一个硬盘的一个使用频率 可用的内存 这个可以放置 好 这边的这些 其实都可以删掉了 好 与其这样删一个一个找 我们呢 还不如直接添加 先把这些不要的全部全删掉 CPU的有两个指标 然后硬盘有一个指标 那么可用的内存有一个指标 我们再加一个指标 再加一个网卡的流量 这一个指标 选择这边选择Network Interface 网卡的一个类比 下边的话呢 Byte Total就是通过这块网卡的总流量 Byte Receive和Send 就是分别通过这块网卡 接收到的流量 和这个发出去的一个流量 好 这样呢 我们增加了这两个流量 但是注意这个网卡的流量 它是跟某一块具体的网卡是绑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的脚本里边 使用的是Loghost 这个时候它不会走这个物理网卡 所以我们的脚本开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当我们最开始去录脚本的时候 这边就不要去用Loghost 这是不符合真实场景的 真实的情况是 即使在本机 你也应该尽量用你本机的机器名 或者是IP地址 这个机器名跟域名 跟网络上的域名 没有本质的区别 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访问的是某一台另外的服务器 你用它的域名 用它的机器名 IP地址 只要能访问到都行 但是你不可能 总是去使用Loghost 因为Loghost它不会走这些物理网卡 它走的是127.0.0.1的 这一个特殊的虚拟网卡 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网卡 那么所以呢 这边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是第一种情况 咱们要注意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讲 咱们有load generator 负载生成器 负载生成器的话呢 它会直接去发送请求给服务器 如果说我们在本集录了一个Localhost 当我们把这脚本 把这脚本发给不同的这个负载生成器的时候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相当于就在往自己的电脑上发请求 可能了吗 肯定有问题啊 因为他们要去访问的是同一台服务器 所以啊 这也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咱们想之前呢 没太注意啊 反正脚本录出来就完了 但是到这儿我们就需要特别注意这些细节了 不能用Localhost的 坚决不能使用 无论你出于什么样的情况 你都不能使用Localhost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修改的 那这边呢 我们这个脚本就需要简单的来把它调整一下了 用我的机器名或者IP地址这两个是等价的 IP地址的话呢 咱们直接查看 如果是你的服务器使IP地址是什么 你就说什么 用IP地址呢 当然是最把握的一个 我的IP地址是192.168.1.105 当然这是可以的 用机器名也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不要用127.0.1或者是Localhost这种 我们呢就直接把这个脚本直接给替换 查找了COS 替换成MOGi我的机器名 所有的直接全部替换 一次性替换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同样的我们还需要去确定 如果要需要使用其他的电脑来做负载生成器的话 那么咱们就需要明确的知道 其他的负载生成器这些电脑 是可以拼通这个主机的 如果不用IP地址的话 一定是可以拼通的 这是负载生成器里边 说到这儿了 给大家特别提醒了一点 好 所以这个脚本呢保存 保存了以后呢 咱们重新在这打开 那么这些指标 关于这个网卡 引起一个注意 我们一定要明确知道 到底这个网卡在哪里 这个是哪一块 我们要监控的 是不是真实的那一块网卡 对于一个我们性能测试的测试环境来说 咱们的服务器呢肯定是放在一个单独的电脑上 不可能跟我们的lowrunner的客户端还放在一起 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这样我们测出来的性能指标都是不准确的 我这边呢只是说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的服务器客户端都在同一台电脑上 事实上真实做的时候千万不能这样 因为否则你cpu高了代换高了 你怎么知道到底是你 客户端的这些工具运算所消耗的呢 还是说我们的服务器本身的这处理请求所消耗的很难去区分 千万不要做在一起 而且最好的方式呢是咱们所谓的三层架构 对吧web的三层架构 那么每一层都在不同的电脑上 数据库呢也有单独的电脑 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区分 到底哪一个层面它的性能有问题 好这是wifi的 这是 咱们的两块虚拟网卡 我们现在呢就监控了这样一块网卡 没有问题 那么还可以监控一个什么呢 咱们有cpu的利用率 有cpu的一个队列 那么这个硬盘呢百分之地是探某 表示硬盘的一个使用率 我们呢还可以监控一下硬盘的一个对立 在我们的logic disk或者physical disk这个类别下面 好 这边给大家简单说一下physical disk和logic disk 它们的区别 物理硬盘是指整块整块的 比方说这是我这边电脑上 有一块这个内置的硬盘 有一块外置的硬盘 它是直接针对一块一块的硬盘生效 这叫physical disk 那么logic硬盘呢 这个logic disk 它主要是针对每一个硬盘的分区生效 它可以更细 那这样呢相当于它针对我们这个硬盘上的每一个分区 它可以单独的去监听 我们的话呢现在就比方说我就主要来关注一下 因为我运行的这个ph被问的 它其实呢 它是放在咱们的这个xampp的这个目录下的 我们只需要去监控那一块硬盘就可以了 那么它是放在我的地盘 对吧 xampp是安装在我的地盘 我直接监控地盘 这样也可以 增加一个增加它的什么呢 增加它的对立长度 百分之地是他们已经有了 增加它的一个对立的长度 平均的disc qlens 平均的一个磁盘的对立长度添加 好这样其实呢 这几个指标相对来说是我们可能刚开始比较关注的 我们呢 因为还是为了要去简单的把这个nss一起连起来走一遍 所以我们就先监控这个指标 关于像这个脚本这边啊 咱们其实已经改过了 那么我们这边呢 应该要重新去加载一下这个脚本 重新去加载一下 但是我们现在啊 不专门再去做这件事情了 我们只是啊 把这个过程走通 现在呢 我简单的来运行一阵子 重新来运行 把这个IP欺骗的问题解决了 重新来运行 运行呢 我们也不用运行完啊 只要这边能得出一些数据就可以了 假设我们现在就让它运行三四秒钟 运行一分钟 运行一分钟呢 以后呢 有一些数据了 我们呢就看 在analysis里边到底能做哪些基本的操作 好 这边呢 数据已经开始收集到了 包括我们的Windows资源也都开始收集到了 好 我们可以注意看到 这边监控到的这块物理网卡 是不是它的流量全部是零 对吧 全部是零啊 没有任何增加的 因为呢 它根本就没有走这块网卡 所以啊 这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意识 就是呢 要去验证到底 什么原因啊 这边为什么全是零 这种全是零 监控起来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本身监控网卡就监控错了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本身这个脚本啊 开发的有问题 所以我们很难说 把这个脚本和场景设计完全的独立分开 我们的脚本里边本身也有很多点 需要去关注到场景 关注到这个性能测试的执行的过程 这相对脚本是一个基础 脚本有了以后呢 咱们在control里边来正式运行的时候 也需要特别注意和脚本之间的一个匹配 相互之间呢 它们都是互相影响 好 现在的话呢 咱们30个用户都已经上来了 已经加载完了 我们再让它稍微的运行一会儿 那这边呢 其实我前面给大家讲 咱们这种默认蓝色显示的这些呢 是属于常用的一些前端的性能指标 而Windows Resource这个监控到的呢 其实是我们的服务器端的性能指标 它是属于后端的 所以对于咱们的一些指标体系的监控和分析来说 咱们呢既要关注前端也要关注后端 而且前端和后端 它们的很多性能指标是相互动态影响的 这种动态影响呢 其实是有耳废解的 这是我们这个Analysis这门课程 更重要的要去给大家去讲解的东西 Analysis这个组件的一个基本的应用呢 反而倒是简单 但是后边的很多东西呢 其实就比较绕了 就需要我们真正是逻辑上是很清楚的 而且一定是静下心来正儿八经去动手 确认过 实验过的 才能够真正去理解它们 好我们现在的话呢 运行了有一段时间了 差不多已经快两分钟了 我们呢直接停止 先不要它运行了 好这次在脚本开发好 确认没有问题 在controller呢 我们做好调试 确认也没有问题以后 该监控的一些指标 我们把它监控起来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有正式的运行 那么运行的时间 通常来说啊 肯定不是像我演示一样 运行一两分钟 那也肯定达不到性能这种目的 通常我们建议大家一次完整的测试呢 应该保持在至少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 让它呢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去 收集很多的一些性能数据 好运行完了以后 咱们呢就可以直接 这个运行的结果啊 是保存在咱们result setting 这个目录底下的 它是保存在这个目录中 我们可以自己修改 所以运行的这些数据 它都会保存在这个目录底下 像说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 我呢在这个目录底下 保存着我的这个运行过程的数据 好 它的数据呢 默认的是用这个access来保存的啊 默认是用access数据库来保存的 这种.mdb结尾的啊 就是这个office里边自带的 那个access的小型的桌面数据库 然后它的这些收集到的数据呢 都保存在这个里边 好 好那么保存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打开按这个按钮 或者在result那边analyze results啊 点击这个菜单 就可以打开analysis 对我们的这些监控道的一些测试数据 进行一个分析 好 现在正在加载这个数据 好 还默认给我们加载了一些图片 这边呢是咱们获取到一些摘要性的数据 后边再给大家来专门介绍 这边是看到的一些啊 虚拟用户数量 它的一个运行的情况啊 每秒的点击数量的情况 吞吐量的情况 事物的一个摘要 我们这边定义了home page login post的三个事物 他们呢全都是成功的 平均的一个事物的响应时间 在这边也都有 好 这边啊 我们来看这个响应时间 大家注意跟我们controller里边 看到的响应控道的响应时间 其实有点差别 这个是我专门拎出来 大家可能不会太注意 大家看看在controller里边 我们的这个home page的平均响应时间 AVG是4.557 一个打开首页的 这个平均的响应时间是4.557 而在analysis里边 我们来看看home page的平均响应时间是多少 graph average啊 在这里 这一类 0.507 什么意思 什么原因 这两个数据完全不一样 差别还很大 这个是4.557 这个0.507 差了4秒多钟时间 很夸张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是差了90% 对吧 真实的 它的平均响应时间只有0.5秒 这边搞出来4.5秒 大家一定要搞明白 这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脚本 在我们的脚本当中 打开首页的地方 咱们来看一看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是把这个sync time 包含在了4.55当中 看到没有 这个4.55中间包含了一个sync time 而这个sync time的策略呢 是3秒的50%到200% 随机的一个数 平均算下来差不多 可能也就4秒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事物在controller这边 它其实统计到的是 包含思考时间的 而analysis这边 其实它默认就已经 给我们把思考时间给去掉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形右键 set filter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sync time 我们呢 选择下拉箭头 include让它包含思考时间 这样我们看到的 这边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一个数据 4.602 跟这边的 我们看到4.55其实同样的一个数据了 那这边稍微有一些差别 为什么 稍微有一些差别 是跟我们数据的一个采样 采样的间隔有关系的 这个问题就不大了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那么现在的话呢 咱们就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这里边的这个 这些数据 它包含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准确的 这边包含了思考时间 那么我们呢 正是因为思考时间 它是不会给服务器发请求 它不应该被认为是服务器的响应时间 对吧 所以务必一定要记得去把它去掉 包含起来是不对的 去掉才是正确的 好在Lowrunner默认了 都是帮我们去掉的 但是我们也要引起重视 但凡我们在开发脚本的时候 把思考时间包含进了事物里边 我们就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好 这是关于整个运行的过程 咱们从VU进到Controller 再到咱们的这个Analysis 这三个组件 包括负载生生器 一共这四个组件 它们到底是怎么创建起来 一起运行的 整个一个大的一个流程 就是这样 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